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解女性角色胸部的板定 那么这个胸部板定的教程确实也比较少 而我的这个方法也是参照国外的一个视频博主 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接着上个视频完成的板定,直接上手操作 首先我们来创建胸部骨骼 那么因为我们的胸部需要两个关节来进行控制 所以结尾我们多复制一个关节 然后我们再手动把它劈给中间的这个关节 那么这里为了方便区分 我们把这个结束关节的半径尺寸稍微放大一些 好了,我们重命名关节 怎么命名不重要 主要的是要带上一个统一的后缀 方便我们静下生成另外一边 现在我们打开创建IK选项,确保选择的是RP模式 选中起始关节和中间关节完成IK手柄的创建 如果担心误选,我们可以在选中起始关节之后按住Ctrl键 在大刚视图中加选中间关节,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然后我们同样的给IK手柄做一个统一的命名 好了,做完之后我们就来镜像生成另一边的谷歌 因为我们这里需要在YZ周的平面上去镜像 所以这里我们就选择YZ平面 至于下面的替换名称 我们让它在镜像之后自动把左边L替换为右边的R 然后我们点击镜像 那么这些就是我们在镜像之后所生成的关节和IK手柄 好了,现在我们来创建胸部的控制器 这里我们确保勾选了这个交互式创建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圆环 好了,创建完成之后 我们大概匹配一下位置 如果我们希望精确一点 我们可以按住V键 把圆环吸附到关节中心 然后我们再向前移动一点点 紧接着我们再复制一个圆环,向内收缩 至于另外一边的控制器 我们可以使用对称复制 我们选中这两个圆环复制一份 因为它是关于X轴对称 所以我们只需要在X轴参数前加负号 这样我们就能快速的对称到另外一边 为了变运内圈控制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将它的梳肘点 第一微键修改至关节的中心位置 好了,我们选中所有的控制器 把类型删除历史 动机变化 那么因为IK控制的是整个胸部 所以我们需要分别把IK控制器 批给对应的外圈控制器 因为需要共享控制 我们需要内圈跟着中间的关节去动 所以我们可以先给内圈控制器 分别打组和命名 然后我们再分别将内圈组的中心点 第一微键吸附至中间关节的中心上 然后再用中间关节分别去约束对应的组 这里我们使用副对象约束 另外,如果我们需要做挤压和拉伸 我们可以用内圈控制器 直接约束某位关节 同样的使用副对象约束 最后我们再把这两个关节 撇给胸部关节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把所有的组整体再打一个组 然后我们再把总控组的中心点 修改吸附到胸部正后方的关节中心 那么因为这个总控组需要跟着胸部动 所以我们可以用胸部的关节约束总控组 同样的使用副对象约束 最后确认没问题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总控组组 统一地放到这个Motion System当中 最后我们选中骑士和结束的这四个关节 这里一定要注意了 中间关节是不需要选中的 然后我们再加选身体和胸罩 给它们添加影响 这里我们使用默认值取消勾选几合体 然后勾选锁定权重 反制权重错乱 这里我们先绘制结束关节的权重 使用替换 使用替换 硬边笔刷 直设置为一 绘制以后我们平滑处理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骑士关节的权重 一样的我们绘制完成之后 平滑处理一下 最后我们来简单地测试一下 外圈控制 常规的摆动 内圈则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挤压和拉伸 确认没什么问题 我们将胸部的权重进向到另外一侧 最后我们再把身体的权重复制到胸罩上 这样胸罩就和胸部的权重一致了 好了 那么到这里 这个胸部绑定基本就完成了 下个视频我们接着来讲解 面部的绑定 请试以下